另外就是校城這邊 也有住在我們嘉義的女網友 上網PO文 他怎麼說 他是這麼說 說他的那個先生有外語 就是有小三 那當然有了小三 就有了心寬的話 當然就氣就愛 所以就沒有再跟太太住在一起 所以他就在這個社群這個上面 就發了一個東西就是說 他很想 因為他現在目前有沒有 就是說他還在拜他們家的 那個神主牌 他說但是 因為他先生也不跟他住了 他很想把這個神主牌 請到外面去 就要請出去 結果一個半月之後 他先生就偷偷就溜回家也沒有來 就把神主牌就拿回 就鏘走了 就拿回去應該跟小三 沒有通知他 沒有通知就拜這樣 那我是認為是這樣 我猜這個老公應該平常 也在看這個社群媒體 那他搬到哪裡去 不曉得 不曉得 然後另外的話也沒有就是說 要不然就是這個老婆 就發這個 這個文的那個老婆 他有內奸 旁邊有人偷偷跟他老公講說 我跟你講你老婆想把神主牌 弄出去 這個難得還算有點小良心 就是還知道要把神主牌 把他庫住 所以就把他給他鏘走了 好 現在請教周老師 神主牌 可以這樣偷偷地把他鏘出來 不行 要鏘神主牌 不太簡單 第一點 我們通常 神主牌旁邊 一定要還有一個神明 對 神明本就是把你的神主牌 構成 所以你第一點來說 我們說的時候要簽神主牌 一定要親戶跟神明說 讓神明奉行 你的神主牌才有辦法簽 那你簽神主牌 你還要半尾跟神主牌說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要去哪裡 那一定要用閒納 神主牌一定要閒納 閒納要再亂 神主牌不可以晚上 不可以在這個 神時後就會補三點 過後那都沒有在簽 都不可以喔 就沒有在簽神主牌 神主都一定在套早 跟簽到補 差不多三點進程都一定要簽好 有什麼三點以後就不可以 因為三點以後就是 當陰 就因為會補 未時就開始翻陰了 你到日落心後日頭就漏了 它這個陰就一樣 所以你就是在請的過程中 就有一些人會來跟它 會去弄到那種什麼 就它的那個我們簽 簽這個神主的過程裡面 就不會順利這樣就對了 就會有很多它的同類 剛才弄到 剛才有什麼 就是你的簽不簽 不好寫就對了 你會可能就簽不簽 那我們怎麼知道說 把神主牌用出來之後 到底那個 我們的祖先有對著來嗎 第一點就是 我們剛才就是要先跟它說 我要搬去什麼地方 我們現在要簽就是 我要簽去什麼地方 那簽的過程中 一定要拿一個黑黑線 那黑黑線 不管你是船車路車的價格 以及就是樓梯 我們這個河丁什麼 都一定要告訴它 因為他們在走是這樣滴滴在走 所以你沒有告訴它 它會撞到 撞到就對了 那個靈就對了 所以你現在簽到後 我們一定要 就要再拔杯 要再問它 問看有夠位嗎 所以你要簽的過程中 因為你簽到那裡的時候 要把它按起來 不是說簽到後我就把它放就好了 不行 它就要再按起來 按起來的時候 你如果拔杯拔坑有夠位嗎 或是過程中不知道有什麼人去滴掉 所以這個都要一個一個問 一個一個有沒有簽 他一定要說地劑 因為地劑就是萬一 他如果走不到 比較慢的時候 他才不會走不去 那如果拔他住在格林蘭 要怎麼辦 格林蘭 哪裡都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應該現在我們的信用 來說的時候 對我們來講 其實世界是世界春的關聯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有的人說 他在說 譬如說他說日語 我說國語他會聽話 他不是說他可以說英語 我說台語他會聽話 其實放心 因為那些都是一種溝通的 溝通就是意識的溝通 所以說 他不是聽你在說什麼話 所以他聽話 所以一樣的都可以溝通 如果他們三個 一個美國的一個日本的 一個台灣的 關於你的家 照片要用什麼 照理說 不可能是一個日本的 一個美國的一個那種 因為這三種人 他是不可能關在一起 因為通常都是一個人 你的腳都是一個人 所以這三種人是不可能 但還有一個意外 就是說他家是 譬如說他帶是帶美國人 對 那帶可能帶 對 英國人就帶 所以他還是有各國人 好 那各國人 他們在在身上怎麼溝通 他們死了就是怎麼溝通 好 那小本老師這邊是有女客人 是個女校長 對 然後呢 他是個女校長 然後他本來就很嚴謹 然後他每次算命 他都有潔癖 然後他對他兒子要求很高 他是希望說這個兒子 娶得一定要很好 結果後來就是這個兒子找一個 都不能說話 就是靜靜的 溫溫的這樣 不能雷手 然後我就跟那個女校長說 現在的小孩子都這樣 都溫溫的 不會說像以前 還有照傳統的觀念 然後他女校長就說 我就是不要我的兒子娶他 那後來這個女生就懷孕了 他們就沒有辦法就結婚 因為那女校長還是傳統 他還是覺得說 不能把小孩子打掉 後來這個 那這是不喜歡 他未來的媳婦是不是 非常討厭 因為他覺得這個媳婦 斷掌 然後又感覺這個人 比較不會說話 就是都悶悶的 因為現在很多長輩 都喜歡那個媳婦說話愛滴 對 不可以穿過強勢 像做我對面那個 有點強勢 我就知道又來了 幹嘛這樣 我們第一次一起 節目你要這樣對我嗎 就比較直接 比較喜歡那種 會稍微溫柔 是 然後後來 這個 他們就是因為 媳婦之眼 沒有辦法 就是因為已經懷孕了 結婚當天 那一天他們有邀我去 我剛好是在飯店 然後他們就是在那邊 就是要拜狗嬤 拜狗嬤的時候 這個媳人婆 也不是都要在那邊講 一些吉祥話 就不小心 他們在拜狗嬤的時候 沒人報 就弄到那個桌子 祖先排位掉下來 有裂開 然後他們裂開 媽媽就說 不行 這個絕對不行 那個就是狗嬤 就是不高興 不開心 就是這個婚姻不能解 是 然後就在那邊僵持在那裡 我看已經十一點五十了 怎麼 飯店還沒有開桌 結果他的校長的兒子 打電話給我 用Line 他就說老師 那個媽媽 麻煩你可以幫我一下 說服我媽媽 後來我就叫他給我地址 那個地址 因為我很緊張 我還就是跟計程車司機講 結果計程車給我開到一個理容院 就是地址講錯了 嘉義很多理容院 結果我一下車有沒有 結果那個就有個越南的開門 我們嘉義市 嘉義市 台灣 那個咖啡店最多的是哪一個縣市 咖啡店 就是應該是台北 第一名是台北市 第二名就是嘉義市 你跟我們說我們這裡是 理容院 就是人家說小支部 我不知道 然後我一開門 他還跟我講說 請請進 就帶到個小房間給我毛巾 叫我躺在一個椅 一個彈椅 然後叫我要脫衣服 我就說 那個什麼 我是要來找人的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我走錯 趕快又衝出去 然後又趕快 因為計程車 那種南部計程車不好來 趕快又趕快叫 然後又到了他家 我就跟那個校長說 就是那個牌位掉下來 不是啦 不是說不好 就是他想要換 要換房子 就是祖先 就是可能當下 他想要換一個牌位 然後不信你就拔杯 我那時候也很緊張 我想說寶貝如果沒有杯 我要怎麼去圓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寶貝是聖杯 他媽媽就放心了 可是他媽媽還是不高興 反正整場婚宴這個吃下來 他媽媽就是擺一張臉 幾個月後 他媽媽說要做夢 夢到他的婆婆 他最討厭的婆婆 都苦毒他的 就是從祖先牌位裡面爬出來 然後化成一個嬰兒 一個女嬰 然後進入到他 這是媳婦的肚子 然後他就跟我說 老師我覺得是他的那個 祖先牌位掉下來 釋放了我的二婆婆 然後所以是不是要讓他離婚 我說不會 如果你懷孕出來的 你去驗看看 搞不好是男嬰 果不起來去驗是男的 後來他媽媽也比較放鬆 後來這個寶寶生出來之後 他們家就是剛好要都更 因為他們是丁子戶 是就是因為他婆婆本來就很會算 建商補助他更多 然後後來不是前陣子 很像不久之前 有一個台南不是有一個地震 然後不是有那個大樓 就是翻倒 他們家剛好在嘉義的時候 那個房子搖 祖先牌位上面有兩盞燈 剛好掉下來砸到牌位 掉下來那牌位沒事 為什麼會沒事 因為他之前就已經換一個新牌位 所以我就跟他媽媽說 你現在如果不換 當時沒有換牌位 你現在不算是裂掉 所以代表說你這個媳婦有沒有 他是吉祥的 你看你們是不是也 這是房子也都更成功 又換了東西 然後牌位也換 那你如果新主牌這樣掉下來 等到換來是好的結果 換來好的結果 你們家有新主牌嗎 我家有 沒有掉下來 不要啦 掉下來好像不錯 是 但是就是我知道 有很多人說掉下來就是不好 對 他們可能放很久了 像你看我們家 就是小孩子有養貓 結果那個貓就 跑到上面去把那個牌位 掉下來 是喔 結果我爸說 他就剛好爬樓梯跌倒 我說怎麼會那麼巧合 對就是很巧合 後來就趕快就把它用一用 這個也是滿捨的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